今天回去學校然後幫忙學弟妹拍攝一個小小的影片 然後我就帶了超多超多的燈 好像有七八盞的RGB小燈 像是這樣啦 小小的口袋燈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在一個樓梯間拍攝一個超酷炫的 就營造一個很神秘的氛圍 我想應該還沒有人這樣做過 學生啦 學生而言 應該還沒有人這樣做過 就反正很酷炫 然後看起來像夜店一樣 先給大家偷看一點幕後花絮的部分 反正我們影片出來也會在我頻道一起跟大家分享 那就有興趣就敬請期待囉 那我應該會消失個幾天 就幾天 因為我們六日要去錄影 跟大學同學一起一坨人去陽明山錄影 應該還蠻好玩的吧 我不知道 因為第一次錄影很神奇吧 第一次錄影 然後星期一又要拍攝一個廣告的影片 就所以應該沒有什麼空可以剪生活影片 反正我有辦法 我有空我就會剪生活影片啦 那真的沒有空 或者是超累的時候我就心緩緩 那剛剛說到錄影 我們就來整理一下我們錄影需要的東西唄 OK 那差不多包好了 反正我們就包了兩天的衣服 反正我想說備用一下 如果不行做到泥巴之類的 然後或是什麼東西髒掉 我們就可以換啦 然後我們帶了一些外套 雖然我覺得應該用不到 但是就帶了管它的 那還有一些充電設備 就一個行動電源 我想說一個行動電源就夠了 反正我們只是要在山上 不知道在幹什麼錄影一天 所以我想說一個行動電源應該夠啦 一個這個應該是七十幾瓦小時的 沒關係我們如果待會看一下 好啦帶另外一個行動電源好了 保險起見 然後就帶一些充電線啦 然後牙刷 待會希望會記得放下去 然後就再帶一罐洗面乳 我打算一罐洗面乳洗全身 喔還有要記得帶牙膏 我上次就忘了帶牙膏 然後就在那裡乾刷一個禮拜 超智障 那相機的話我就會帶這台口袋機 因為我想說輕便為主 那這台相機真的是超好用 而且它的焦段是24120 超級好用 然後又可以拍微距 真的是無敵的小口袋機 給任何一個人用 他們都會覺得 哇賽怎麼會有這麼好的相機 它還有內建防手震 還有內建ND 超瞎的 反正這台相機 無敵啦 就錄影拍照應該還蠻夠用的 對啦 反正我們就錄影 然後還是會跟大家分享啦 就是不知道什麼時候會跟大家分享 反正我們就是拍一大堆東西 但是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剪輯啦 如果有時間剪輯我就 反正拍然後有素材 有分享就分享 沒有分享我還是會照樣拍 反正這就有興趣嗎 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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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